各位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和欧盟2号在白宫签署了一项牛肉贸易协议 根据协议 在未来七年间 美国每年可以向欧盟出口的无激素牛肉配额 将增加近三倍 达到每年3.5万吨 占总配额的近80%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总统特朗普提名共和党众议员拉特克里夫 担任下一任情报总监 但出现波折 拉特克里夫已经放弃提名 特朗普发推文说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拉特克里夫 收到了媒体非常不公平的对待 他曾向拉特克里夫解释说 对付这些人是多么的痛苦 而且不只是经历数月的诽谤 特朗普指拉特克里夫已经决定留在国会 而他很快会再公布新的提名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子 将于8月15号离任 特朗普日前公布提名拉特克里夫接任 但其资历备受质疑 从特朗普一号宣布 将于9月1号起对中国3000亿美元的输美商品 加征10%的关税 此前美国已对中国2500亿美元的输美商品 加征了25%的关税 对此美股市场反应强烈 导致盘中震荡幅度达600点 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抑制原油需求的担忧加剧 原油期货短线大跌近8% 针对前白宫经济顾问科恩 抛轰关税有害美国经济的言论 有专家就表示 贸易战背后多重经济数据互相牵动 难以通过单一数据衡量影响 但贸易战无疑令中美双方 以及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大幅增加 此外美国农业制造业受到的冲击不容乐观 消费者受关税影响将在下半年逐渐加深 国务卿蓬佩奥二号表示 美国将会继续通过外交途径 使得朝鲜达至乌合化 蓬佩奥在泰国首都曼谷 出席一个美国与亚太地区经济联系的会议 并且发表讲话 蓬佩奥强调希望朝方的工作小组 很快会与美方会面 他还说联合国仍然向朝鲜实施严厉的制裁 东南亚区内多个国家也正在努力 使平壤政府最终全面实现乌合化 蓬佩奥又表示目前对伊朗的制裁已经奏效 美国将会继续实施制裁 从特朗普二号回应朝鲜近日试射短程导弹 认为并没有违反朝鲜同美国达成的协议 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 指朝鲜近日三次试射短程导弹 可能违反了联合国的相关决议 但并没有违反去年美朝峰会所达成的协议 特朗普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不希望破坏信任令他失望 因为这样会令朝鲜得不偿失 他又赞扬金正恩对朝鲜拥有伟大和美好的愿景 只有他仍然出任美国总统 才能令这些愿景成为事实 他认为金正恩非常聪明 会做正确的事 所以不会令他这位朋友失望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有媒体日前报道了恐怖大亨 拉登之子哈姆扎的死讯 美国国务院一号在记者会上 没有正面回应有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反恐协调员塞尔斯 只表示知道有关报道 但不会评论情报问题 美国2011年射杀基地组织创始人 拉登后 哈姆扎近年不断发放录音和影片 呼吁追随者攻击美国 及其西方盟友为他父亲报仇 美国国务院今年2月宣布 悬赏100万美元换取有关哈姆扎的情报 伊利诺伊大学中国访问学者张盈盈遇害后 遗体至今还没有被发现 但张嘉仁的律师贝克特周五表示 他从检察官办公室了解到 张盈盈的尸体可能在伊利诺伊州中部 福米利恩郡的一个垃圾填埋场 贝克特说 作为豁免协议的一部分 凶手克里斯滕森的辩护团队 向检方披露了张盈盈尸体的位置 伊利诺伊州中区检察官办公室表示 尚未找到张盈盈的遗体 目前尚不清楚垃圾填埋场 是否已被搜查或仍在搜查之中 上个月18号联邦陪审团 没能救死刑达成一致 嫌犯克里斯滕森最终被判 终身监禁不得释放 张嘉方面预计在下周召开新闻发布会 说明催性进展 特斯拉近日再次遭到 美国车主家属的起诉 起因是该名车主 在使用特斯拉驾驶辅助系统 autopilot时发生车祸身亡 这已经是三个月来的第二起诉讼 根据诉讼 54岁的50岁的班纳 今年3月 在佛罗里达州高速上驾驶 Model 3轿车时 未能及时刹车或转向 以避开一辆半挂车 进而发生车祸 行驶记录显示 在相撞前10秒 班纳刚刚启动了autopilot系统 但无论是驾驶员还是系统 都没有执行规避动作 起诉称 受害人家属认为 特斯拉知道自己的产品有缺陷 班纳的家人要求为其意外死亡 提供超过1万5千美元的损害赔偿 不过对于该项指责 特斯拉的代表没有立即回应 随着炎热夏天的到来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海里游泳 但游客被鲨鱼袭击的事件 频频发生 科学家表示 自6月份以来 近在麻州 雪鱼角海岸 就已经发现了超过150只大鲨鱼出没 而雪鱼角是东海岸一个备受欢迎的度假身地 在刚刚过去的7月 看到的白鲨数量就超过去年 近在本周 就有超过20只大白鲨在雪鱼角被发现 导致海滩连续三天被关闭 高水温以及雪鱼角海岸的大量海豹 正在吸引着鲨鱼们前来 专家建议担心鲨鱼袭击的人应该紧靠岸边 并避开海报 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黑帮题材剧作 爱尔兰人 于本周在Netflix发布了预告片 该公司股价随即上涨1.2% 这部美国黑帮电影最重量级的演员 和制作人聚首之作 让影迷整整盼了9年 影片的阵容强大 包括罗伯特·德尼罗 阿尔帕西诺 乔佩西等演技派老牌演员 据了解爱尔兰人剧组采用最先进的数码技术 为几大男主角进行数码减零 来适应电影长达几十年的跨度 电影将在今年9月27日至10月13日 举行的纽约电影节的首映之夜首播 并在电影院和Netflix流媒体平台上同步发布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这部电影的成本至少为1.73亿美元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 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我是小诗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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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